恩典36 三分六十五天 真的要一起天天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 要保守自己常在主的爱中 圣经里面一些间接的人物 像扫罗 曾经被神大大的祝福使用 后来从祝福里面出局了 我们一定要找到 他是从哪里出局的 扫罗身上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就是当他出局了 下一个人被兴起起来的时候 他到底应该怎么回应呢 扫罗选择的是嫉妒 不但是嫉妒 而且仇视 不但是仇视 后来因为惧怕之后带来的结果 就是开始一路追杀 追杀大卫 可是我们可不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说 根本不是大卫的问题 是我自己出问题 如果不是我出问题 教练不会把我换下去 如果不是我出问题被换下去 那个人不会上来逮捕我 所以我的 我现在该做的事情 不是对付那个逮捕我的人 是解决我的问题 我还是说 当我会检讨自己 我把我生命的破口堵上 我就有机会重新上场 求神帮助我们 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说 扫罗不但是非常的生气 他非常的生气 大卫好像取代他的位子 而且他开始怒视 他讨厌大卫 其实不是大卫做错什么 是他自己的问题 而后面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东西出现 就是他开始怕 他开始惧怕 我读给你听 扫罗惧怕大卫 他会怕大卫 为什么呢 无论如何那时候 他还是王啊 大卫再精彩 不过他这个部下 他为什么怕他呢 圣经上讲说 因为扫罗清楚地知道 耶和华离开了他自己 和大卫同在 你知道对扫罗而言 他是一个曾经经历过 神荣耀同在和祝福的人 他知道那件事情太重要了 因此他明白 现在上帝的祝福 从我身上转到大卫身上了 他真正害怕的 不是妇女拥戴大卫 不是那些军兵拥戴大卫 他最害怕的是 他失去的是上帝的祝福 上帝荣耀的同在 也许你我也会觉得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我们都曾经走过这样的路 我真的相信 人活在那个比较里面 是很快乐 很不快乐的一件事情 但是人难免就会 就好像我昨天跟你分享说 我们有两个牧师 同样在一个教会里面 可是当我听到好多人说 我好想 好喜欢听他讲道的时候 我真的诚实说 我是不快乐 但是当圣灵提醒我说 寇少儿 你不可以继续 让你心中的那个朽烂 在里面继续烂烂烂 烂到那个烂出来了 你知道有很多水果 苹果啊 他刚开始是心里面有一些烂 烂到最后连表皮 都看见他烂的时候 就表示他里面整个都烂掉 不要允许仇敌 借着嫉妒 怨恨苦毒 使我们的理念烂烂烂烂烂 烂到有一天 你真的知道 已经不可为了 而最大的不可为是什么 扫罗知道 不是妇女拥戴大卫 不是将士军兵拥戴大卫 是上帝的拣选 领到大卫的身子 神的同在 从我出去了 我奉主的名祝福你 求神帮助你 此刻我相信 今天主让你听到恩典三六 听到这一集圣经话的分享 因为他还留机会给你 我们还没有走到扫罗那步路 但是赶快做一个决定 不要容让心中的嫉妒 在我里面继续修烂 不要嫉妒他 问题不在他 问题在我自己 检讨自己 修正自己 跟神说 我愿意改变 奉主的名祝福你 上帝仍然要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